我觉得从我求学开始到考上大学 但是当通过发考 我没有放弃 主要是因为我心里嘛 心里比较倔强 不愿意把人脱飞 他朋友通过个综艺 女的十岁的找他借钱嘛 然后一共结完三十万 在这个过程中他朋友跟他说 可以去接待平台借钱了 然后再去给他 然后接待平台和他朋友付结婚 是他朋友现在的样子不胜过 然后接待平台一次了 他说我怎么办 四十岁开始的时候 从而没有想过我会接触法律 也没有想过我可能会成为农生徒师 我十八岁左右的时候 师徒了嘛 说我毕业后嘛 正好看到他能与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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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业 我们学校旁边有一座检听学校嘛 我和同学做公交差的时候 旁边的人看到我们在地书院 他们就会有一种特别四瓜的眼光 看着俄门 然后堵着自己抱 有时候 有时候我们到外面去吃饭 买东西什么的 我看见他们的病毒 也会有些人 直直在天天的 刚刚上大学的时候 我特别不适应 有时候我还会说一句 你们看什么呀 这也算是我们家 唯一的全家福报 这个时候爸爸已经症病了 我看到别人家的孩子 扛上大学 别人的父母都会给他 办一个救护信 成罪 那时候爸爸是他从老师 他不愿意办这个总统 然后他就跟我说 等我结婚的时候办 他一定会给他办得特别冷酷 好 后来我下班的 第一成救援 最要做爸爸的伯父 有没有觉得这个 老天有时候也不太公平 这个实际上 其实本来就没有什么公平的 改变不了 这个四十多了 应该没有对 你今天要拍的这个视频呢 提名的内容是什么呀 提名的内容是什么呀 好 欢迎订阅他们一花灯 有很多农生 他你也使得比较难过嘛 有很多时候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学 也被侵犯了 也不知道他该怎么委屈 所以就想做一些扑法工作 希望他们可以少吃一点亏嘛 等下了手紧 有人别走 大部分爱旅游所里面出处的路上 他们文化程度比较近 如果没有他们约死这个餐厅 他们再不能有小的帮户 比如说最近有一个女孩子嘛 是嫁给一个简厅人 婚后她的身体也不幸福 那个简厅人堂堂打她 最烟烟中的两次是什么 就是她怀孕的时候 直接把她打六成 她在加班中特别痛苦嘛 将力放大使她老公不忠意 后来她仍不得看 家宝就一家出走了 她从2019年度天 直到今天六月才找到我 如果看出一个简厅人 他们可能有很多种 他们是维护自己的权利 但是路上 爹地就像他们救命到他一样 上班上她现在这个时候累不累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迷不离她 我先到附近吃饭 下午没有想回家吧 毕竟我说回家的路程 净两个小路市 有很多媒体给我报道后 然后我收到过这么多天的心情 就是说的 她听起来的长班 我看到一个自己特别感动 她自己想不离 缺失手 缺失法律 也只是为这个群体服务 我就赞想 我付出非面 可能会让更多的人 还复到这个群体 我相信以后会越来越好的